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情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 得是财经专家 古怪教授谢陈彦 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在进入分析之前 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 昨天的表现 台北股市昨天呢 开低走低 最后收盘的时候 下跌了84点 收盘指数15830点 跌幅0.53% 成交金额是2109亿元 OTC的部分呢 反倒是小涨了0.31点 涨幅0.15% 成交金额是800亿元 我们每个礼拜二 入港股解析 在进入解析之前呢 还是请陈彦 帮我们分析一下 台北股市 昨天的这一根黑K棒 反映的 反而是金融市场 稳定了信心 好像对于金融股的部分 信心有一点点回来了之后呢 哇 科技股就跌了 今天凌晨也示范了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怎么看待 好 我觉得现阶段应该是 几个部分 很快的跟大家 探讨一下 第一个是时间点 那因为 接下来时间点 有一好有一坏 坏的是说 接下来要进入长假 所以坦白说 下个礼拜 我们有三个交易日 没有做交易 那对大部分人来讲 还是担心 接下来 我们没有交易的这几天 国际股市会不会有什么 突如其然的发展 会有连续五天的价值 一个周末回来 都可以倒三间银行 如果你放那么多天价 会发生什么事 坦白说 不一定 就很难掌握 第一 这个部分对 就时间点来讲 这是一个坏消息 但是就时间点来讲 四月份 接下来又 比较重要的是 很多 我们讲六月份 你要开股东会 那所以你 你接下来 你有很多 这个强制 融卷 强制回补 回补的时间 大概都在四月 中四月底 这附近 那这个时间点 是一个嘎空 强制嘎空期 是一个强制嘎空期 那所以 他的另外一个好 就是说接下来有很多 人要强制回补 那目前 看了一下 进入三月份 确实 呃原本的 融卷的 融卷的张数 大概在五十万张 现在是补到了 呃二十四万张 但是还有 你还是得补 就是你要全部把它 把它强制 把它补完 所以这个 这个部分是 接下来长假之后的一个好 从时间点来看 那另 那当然 呃 就变 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说 我们把时间点拉清楚 那另外就是说 呃 从筹码来讲 有一好 有一换 一好是说 三月底 还有一个 这个 投信结账 对 做账 投信做账 那就只能做到这个月 这个礼拜了 通常是 也不会 因为 因为不会拖到最后一两天 通常做账 他就一鼓 一鼓作气 因为他 虽然是说 结到三月三十一号 但是通常 呃 我们以前在 在基金公司的习惯 你都已经拉上去 你 但是因为四月初刚好放假 所以他就剩这几天 这是 这是一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一话也是因为投信 那他四月过 四月一回来 他就没有那个 就坦白讲 就长假回来 我也没有必要 没有那个动力 接下来四月份 对投信来讲 叫选股时间了 就我开始做研究了 重新配置 我要开始布局 接下来第二季 或是甚至下半年 那他在 他在 持股的操作上 可能不会像 这几天 这么积极 因为我坦白讲 我觉得这几天 还是 有一些 这个 呃 台股连续 你看前面几天 我觉得还是有 做 呃 作涨的成分在里面 还是有这个 在里面 那当然另外一个 从国际面 有一好 有一坏 嘛 就是说 好的部分 看起来就是 呃 国际局势的状况 有慢慢底定 但是如果 呃 如果金融 呃 银行业的乱象 能够底定的话 对鲍尔来讲 好像就没有必要 呃 原本大家还在讲说 啊 会不会降息 对 就好像又没有必要了 所以 我 我为什么说 最近有点乱 就是不管从时间 时间走 从投信 呃 操作的 投信筹码的时间 的的角度来看 从外资的角度来看 其实都是一好一坏 一好一坏 一好一坏 嗯 那所以在操作上 坦白讲 呃 我认为指数的部分 它的表现一定相对 会受到一些压抑 嗯 哦 那他没有办法一口气 有一个很好的展望 那 现阶段来看 我觉得比较重点 就变成是在 族群身上了 就是族群的表 因为市场目前的交易量 其实都还维持在 有一定的水准 但你如果在 两千到两千五百亿 现在我们也不用太要求 说你要回到三千四千 两千到两千五百亿 只要有量 我觉得整体你 市场他还是会 有一个流动性 有流动性 就有族群 有族群就有操作的 的方向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所以只有少数族群 可能有机会 表现良好 因为现在看起来 不管是时间筹码 或国际 都是好坏参半 好坏参半 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 讯号要往上或往下 对 对对 所以族群性 比如说军工啊 Chair LGBT啊 这些我相信 这一天在节目当中 风云姐也陪大家谈了很多 对我就不补充了 好 OK这个是台北股市的部分 接着我们就要进入 陆港股解析了 那么陆港股解析 我们看到香港 比较是国际盘 如果国际上面不好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香港恒生指数 真的很惨 陆股的部分 上证跟这个 这个深圳的情况 看起来就比较不是如此 那他就已经是在这个 从去年11月上来之后 大概3200点 上证指数来讲 大概3200点到3300点 这附近 天哪已经整理了 两个月的时间了 如何看待 对那首先也要感谢风星姐 给我这个机会啊 在我们节目里面谈这些 刚刚这一天也到 某金控去做了一个报告 我之前有跟你讲说 有金控公司要找你吧 对对对对对 然后报告了一下 因为他们也希望说分散一下风险 因为这个毕竟大家在看美国股市的一个状况 对资金的布局来讲 他可能也需要做一些有关于这个中国市场的一个投资 那我也去跟他报告了一下 他说我一个人就干趴了整个研究团队 这个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有点不好意思 他们投资部门主管就坐在旁边 记录主题 主题主题 实际上我们上个礼拜谈了一个两会以后的 的这个发展的一个状况 上个礼拜也把经济数据做了一个讨论 那在这当中 其实真正的 我觉得真正的时间轴 要喷发的时间轴 应该还是会落在第四级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在等待 因为现阶段来讲 李克强针对今年的经济长率 喊出了5%这个数字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保守的背后是不是有一些隐忧 对好 那我要坦白讲 这后面一定有隐忧 包括你的消费 还有包括你的工业成长 因为最近工业成长的数字 比如说工业利润的部分 大家担心说没有预期的好 昨天那个数字其实是有点吓人 是有点吓人 对一二月的工业 规模以上工业利润率 是年减20% 对是大幅度的一个下滑 然后再来就是说出口的一个部分 那这些当然 这些我认为在上半年都还不会有比较亮眼的一个表现 真正好的 第一个我们要观察的应该是五一长假 消费的部分 我现在会比较着重在意的还是消费 消费的部分 那五一长假回来是第一个观察的节点 那再来当然就是十一长假 十一长假的一个节点 这两个节点会去看我们能够去思考整个到底经济复苏的力道如何 但为什么我一直坚持一个思维就是说今年整个入股会很像2014年入股的一个表现 就是说2014年是真的到了九月份才开始涨到九月份 大家可以回头去看2014年的跟2015年的那个股市的走势 对那当然是不是说隔年会不会像2015年那样暴冲暴跌坦白讲这个我我我我没有还没有办法去看到那边 但是为什么我讲因为2014年是这个三中全会吗 那到时候三中全会的部分算是李强的一个正式的报告 就是李克强完然后换李强 李克强宣布的是百分之五的这个政策目标 但李强才会有具体的政策的经济的十字面 对那如果说李强到时候换他报告的时候是五点七 那就有这件事情就有趣了 但当然我自己觉得是说李克强有点做球给李强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解读 大部分人没有这样讲 但我认为他是在做球给给给李强 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大概是这样 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很难有一些 其实我心里面已经想好是这个局了 所以我对一些比较不好的数字 我心里面是比较坦然 就是我并不是认为说今年从现在开始 港股也好A股也好就进入一个喷发期 我认为要到第四季才有一个比较明确的 而且我要在五月份看一下五一长假回来消费的数字 因为现在疫情已经不是 解封以后疫情的状况我们已经不讨论了 我们现在已经没在讨论这件事了嘛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说 那你的消费力 你那些高额的储蓄到底能不能实质的回聊 回流到市场上来 包括降准的部分到现在也没看到 上个礼拜我们在讲降准 降准也没有真正的把股市给推上去 好像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什么都回来 就信心没回来 就是我政策也给你的 我对监管我也放松了 然后降准我也做了 对不对 我也喊出今年的目标了 我该做的事都做了 那你的信心就是不回来 那信心要回来这件事情 有时候要多做一点什么 你诚意不够 对不对 你跪一只脚而已啊 你要不要 对不对 手举高一点 对不对 戒指换大科一点 对不对 玫瑰花再多一点 嘴巴再甜一点 就是说好像大家会觉得说 已经有做了 可是其实不够 我认为了 那整个观察可能甚至 呃五一长假回来 那种信心有没有回来 其实我觉得还是 现阶段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我觉得没那么快 好 所以陈焱你原本其实 新呃这个里面的一个 整体的思考的 总体经济规划 他本来其实就是要到第四季 才会有明显的上升 对不对 对 这就是他设定百分之五 比较保守的目标 其实前三季 可能都相对平稳 要到第四季才能够回升 而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现在看起来政策面都到位了 好 不管是金融宽松的 比如降准 降存款准备率 或者是政策上面 放宽门槛的部分 然后等等 这些所有的细节 都已经到位了 好那现在关键点在于 消费信心 那消费信心 你这里面先来虽然你估计说 第四季会上升 但是你还是要去做检测 而这个检测 一个看五一长假 一个看十一长假 对没错 那在五一长假之前 你觉得你看到一些经济数据 不好这件事情 你觉得是在你的规划当中 而并不是出乎意料的低 就是应该就是一个比较坦然的一个 因为假设你一开始你就预期 它会有很好的数字 那当然你对现在的状况 可是说实在的 这些数字对股市的冲击 并没有想象的大 好所以政策激励好像也没有效 然后但是呢 数据的冲击 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它就在这边盘着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那要盘多久呢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回到 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财经专家 古怪教授 谢谢陈彦 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所以陈彦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在你规划当中的入港股 其实应该讲说 先从经济基本面开始规划起 然后如果整个都是按照 这样的程序走的话 五一如果真的消费信心回来了之后 也许它就很像2014年的走势 那在九月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向上喷发 好那现在我们还必须要观察 哪一些经济基本面的一些数据 我们才可能真正知道 它的实际表现 因为最近比较乱的 我觉得是电动车的市场 因为目前 因为他们的补助到去年底结束 结束 然后今年整个电动车成长的动力 是确实有些下滑 那但是今年预估 大概中国可以卖差不多超过800万辆 整体800万辆 然后欧洲大概320万吧 美国大概200万辆 所以整个电动车市场的决战场 应该还是在中国大陆 你刚刚讲的800万辆是纯电动车 就是新能源车 对对对对对 整整整体 那那当然 最后实际数字 我们不知道 这是预估嘛 预估 那所以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来看 大家就会想说 那电动车产业 像我们以前有聊过 那个ICE FACET指数 电池除能指数嘛 那应该会表现还不错 因为有 刚好也有我们脸书的听众 在脸书上问我 就说 可是最近这个指数 表现不好 那现在应该怎么看 那我们刚好在节目一起来讨论一下 实际上 当然中国的企业当中 特别重要的就是 也特别有影响力的 确实是电池相关的 比如说宁德时代 义为理能那天天奇理业啊 等等 干风理业等等 确实在国际市场有它的影响力 这当中 对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察 是理的价格 因为理呃电池占整个电动车的成本 大概是40% 然后理又占整个电池成本 也差不多40% 就是说 这个这个部分就是 刚好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因为理价在去年11月最高的时候 一顿到人民币60万 60万 那现在是掉下来不到30万 几乎价格是减半 那这当中很多人就说 哎那好奇怪 价格涨 价格涨 理价大涨 那电池会涨 一定的嘛 因为我的成本涨 电池涨 那对电动车就不好 那现在理价大跌了 那照道理电池的价格会跌 那对电动车应该是好的 可是现在刚好是一个混乱的时期 就是说 包括 因为理价跌了嘛 所以特斯拉他发现他的成本降了 所以他就砍他的价格 就市场变得一个相当混乱 那所以 先讲结论 因为 这样 我们再来讨论细节 就说电动车产业 他绝对是进入 战国时期没有错 因为群雄并起了嘛 但是对整体产业的一个成长跟需求来讲 其实都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因为这跟渗透率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包括基础建设还没有完全跟上 也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绝对是确实是进入所谓的战国时期 那随着等到未来的基础建设越来越越普遍以后 他的整个渗透率才会稳健的成长 大肆底定 当然在这过程中 电子产业还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不只电动车 还包括除能这个之后我们再来聊 那在这当中 因为你的价格跟电动车成长的状态 确实是绑在一起的 电动车成长的力道强 你的价格相对比较强 那这时候因为供不应求的关系 理价一定会上涨 可是在去年 今年电动车成长力道已经有减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理的价格在去年因为这样 所以大家大幅度的投资 投资啊 或者是我们讲overbooking也好啦 它确实已经产生了 供过于求的现象 所以现在价格大幅度的 就是产生了一个冲击 就第一个就最上游的 理矿的供应商而言 理矿的供应商 像这个 天气里 对这些 比如说像亚宝好了 那对他们而言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生产成本是固定的 所以你的价格的下滑 我的利润空间是压缩的 这个部分会产生一个 这是一个 第二个对电池公司而言 即便他自己有矿场 他还是会有一个库存过高的问题 没错 所以现在产生的情况叫做 库存的这个叠价损失 库存的叠价损失 所以不是产业没有前景 而是他 他有没有景气循环 你目前应该还没有 就这个产业目前还没有景气循环 周期的问题 所以他不是进入产业循环的周期 他景气循环的周期 他只是短期之内碰上了一个 特殊情况的因素 而出现了他的工需突然之间的失调 对因为现在电动车产业还没有进入 所谓的产业景气循环的周期 他还在低渗透率要持续成长的阶段 现在的瓶颈还在基础建设还没跟上 所以还没有进入景气循环的周期 那现在面对的是库存的一个问题 而这个库存的问题 在产业发展初期总是会发生 当一开始的时候 公布应求到后来大量扩产 扩产以后库存太高了 那一旦报价大幅度下滑的时候 会产生库存的叠价损失 那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资料 能够去知道说因为历史不够长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知道说 一般这种库存 过去比如说记忆体面板 我们大概都知道他销库存要多久 可是我们现在里的部分比较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不知道电动车的效量 什么时候真的又重新爆发起来 电池的需求如何成长 这个是很难转过的 这个目前我们还估不到 我也早我早半天 目前还没有任何人能够手边 有这样的资料提供出来 当然我们初估大概是六到九个月 按照一般的周期大概是六到九个月 那如果从11月的高峰现在下来 那六到九个月 那大概就到今年的六月或今年的九月 里的价格才有机会稳定下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库存叠价损失的状况会慢慢的淡化 那这个部分当然接下来会引发一个比较大的 就是大陆的电池行业的洗牌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像宁德时代 他现在已经做了一些浪力 就是说你跟我订多少 我用这个因为现在是二十六 一顿是二十六万多嘛 我就算你二十万 我便宜算你 但是你要跟我签长约 所以我消化库存的速度会比较快 宁德时代可以做到 但是他的利润也下降了 那所以他要经历一段时间 可是小的没有办法 我为了消库存 我也没办法像宁德时代一样 好那我可能要降更低 那可能加速倒闭吧 所以接下来会有一个洗牌 但是洗牌过后 反而让这些大型的电池啊 或者是矿啊 这些产公司反而能占的稳定 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稍微会面临到 两到三个月 这个是我自己出锅啊 因为我坦白讲 这个数字并不是一个 有所谓的报告的support 因为我还是跟大家强调 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比较欠缺 就是时间上面很难掌握 但是呢 他这个进入战国时期的整理期当中 他可能就会出现兼并的状况 对不对 中小型可能会有一些不知而倒 对不对 那但是呢 大型可能最后会大者恒大 可是那个整理期的 不管是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 必须要去忍受他 对 那因为个股的股价已经有底部形态了 反而产业的部分往往会是 股价我会稍微领先嘛 所以最近我看股价确实已经有主体形态 所以所以因为有刚好有我们的听众在脸书问我啦 那我就想说也整理一个资料 然后这也厘清全球电动市场目前所进入的一个状况 对对对对对 那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到我们那个news98 粉书团 对对 news98的 脸书的news98粉丝团 那陈燕会把他的资料呢 po在我们的这个粉丝团 谢谢陈燕 然后大家可以去根据这个去看那个基本面的变化 更清楚的理解 其实包括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上中下 最上面的矿产矿业 对 然后到电池 对 然后到下面的电动车 现在遭遇的的情境各有不同 各有不同 对所以反而现在应该是开始分批布局的一个时间呢 分批布局 而且是挑大型哦 一定要大型 比如说比较大的像像领德时代啦这些啦 LG化学啦 比较全球比较大的几个 然后三星电管这些 现在目前应该是亚宝受冲击比较大 因为它最上有的材料 不过我就说大概这两三个月震荡一下 所以有时候呃因为 各股的投资跟ETF投资的市位还是稍微不一样了 就我们做做指数面或ETF的市位 我们会把产业的中长期的呃变化一起考虑进来 跟个股可能存技术面的操作还是有一些不同 嗯好所以呢 他这里面可能就整个的大的产业趋势来讲 你如果时间拉很长的话 还是很OK的 但短线上面你就看到它的这个整理 而这个整理在个股当中 所可能产生的洗牌效应就非常的强大 所以如果是投资个股的朋友的话 就要小心注意了 对没说没说 就要注意这里面那个强弱之间的差别 那以后会产生的影响 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财经专家古怪教授谢陈彦 提供陆港股的相关的讯息 供大家做参考 今天我们重心点是放在 一方面就是整个的经济时程的安排 另外其实就是电动车相关的了 要非常谢谢陈彦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8点钟节目 谢谢 001